- 本节目的节目是最终幻想的 - 最终幻想的 - 大家好,我是杰秘,Bio,Bio,Bio - 今天我要开箱的是来自幕后工作室 - 最终幻想的艾莉痴 - 然后她的这个箱子我个人觉得非常漂亮 - 前面的话是一个艾莉痴的 - 绘画图,然后后面的话 - 后面就是一个 - 后面就是有艾莉痴的人物的介绍 - 然后还有这个手盘要呈现出来的效果图 - 然后我们绘画不多说开箱吧 - 现在我已经把她全部的配件都从袋子里面拿出来了 - 她的配件不是特别多 - 就是一个笛座啊 - 艾莉痴的两个手艾莉痴的辫子 - 然后因为她的整个身体的话是另外一体 - 所以等一下安装就可以特别的容易 -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张幕后工作室给的卡片 - 我看一下 - 她这个卡片的话就是一个 - 艾莉痴的图片 - 后面就没有东西就拜拜了 - 艾莉痴我会放一点什么号码什么 - 这样就是一张很普通的卡片 -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一样 - 会从底座开始安装 - 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意见 - 底座的话上面就是一个艾莉痴的图片 - 然后总共是做了368个5模式第11个 - 这个是我很少拿到一个比较小的号码 - 下面的话就是幕后工作室 - 然后这个底座的话就是艾莉痴种花的那个教堂 - 因为有因为模仿的反应 - 所以在米德尔那一带 - 周边的那一带的话 - 就是她的能源已经耗尽了 - 所以很难会有植物的生存 - 只有艾莉痴的家跟这个教堂 - 在艾莉痴的细心的照样之下 - 然后种出了这些艾莉痴的特色小环花 - 然后这个底座下面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- 就是用那种欧式的那种教堂那种窗户啊 - 然后这个红色的小瀑布是会动的 - 挺惊艳到我的这个 - 就像郎杆晒衣服的感觉 -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教堂破损的 - 那个石头啊还有镜子啊 - 都做得非常的真实啊 - 那种岩石啊石头裂掉的那种感觉 -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教堂的镜子 - 就是欧式的教堂镜子 - 会比较有那种花纹啊 - 会比较漂亮 - 然后上面的话 - 这个上面的话就是教堂的顶部 - 这个屋顶上面那个被破损的 -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爱丽丝的小横花 - 大概的话整个底座就这样子的话 - 还是挺有故事性的挺好看的 -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安装爱丽丝 - 这个就是整个爱丽丝的身体跟头雕 - 连在一起的 - 然后它的头像的话我个人觉得还原度 - 如果从侧边看的话我觉得还原度还是有的 - 可是这样子侧边看 - 这样子就是某一些角度看的话还是非常的 - 还原度非常的高 - 如果我觉得从正面看的话 - 怀孕度稍微的话我个人会觉得 - 偏成熟了一点 - 少了爱丽丝那种活泼可爱 - 那种俏皮的那种小女孩的表情 - 表情的话稍微沉重了一点 - 更偏成熟了一点 - 然后它的衣服的话就是爱丽丝的经典服装 - 就是粉色的长裙 - 然后这边下面的话也是有白色的裙边 - 然后这些裙子的这些花纹它都做得非常好 - 然后它这个裙子的话就是有一点粉白见色 - 见色一种见变色的感觉 - 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皮夹 - 皮夹克的话也是做得非常好 - 有这种粗粗的那种 - 然后这边上面有一点啾啾的那种皮夹克的感觉 - 然后这种金色的那个拉链啊 - 皮质感都做得非常好 -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 - 这种皱褶衣服的折痕啊这些 - 它都有非常好的涂装效果出来 - 整体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- 然后它的鞋子的话 - 这个褐色的这个鞋鞋 - 这个鞋子 - 它也是做得非常的正式 - 非常有质感的 - 那我们先把它安装上去 - 然后再把它的辫子一起安装上去 - 它的这个毛尾边 - 这边上面是有个蝴蝶结的 - 上面也是有个蝴蝶结的 - 先把它装上去 - 装上去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- 它某一些角度其实还原度是很高的 - 比如说这样子看的话 - 从侧边看的话它真的是还原度挺高的 - 然后如果从正面看的话大家就会看到 - 它的表情就有点凝重 - 然后稍微偏承受一点的话 - 失去爱丽丝那种活泼俏皮的那种可爱的少女感 - 然后侧边的话就是侧边的话 - 某一些角度看上去就真的是很好 -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头发加上去以后 - 头发的锐度啊 - 层次感都做得非常好 - 然后蝴蝶结啊 - 头发这种渐变色啊都做得很好 -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的两个手安装上去 - 这边的话它两个手的话就是有三个金属护腕 - 然后三个金属护腕的话它涂装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- 然后涂装这些花纹这些涂装都效果很好 -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这个护腕的连接的缝隙有点大 - 然后有一些地方的话就还好 - 比如说这边的话它分析就会少一点点 - 然后这边的话它的分析也是比较OK的 - 然后就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分析是稍微偏大一点的 - 就整体的话美光会差一点点 - 然后手指的话它的细节的话 - 比如说这只手的话它的细节就做得比较好 - 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手指这些连接点的话好像是连在一起了 - 就感觉是粘在一起的 - 所以手指的细节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- 然后这边的话手指的细节大家可以看到它连 - 那个手指的锁呢 - 然后指甲油啊那些都做得非常好 - 整体的话是不错的 - 现在我们就把它按加上去吧 - 它这个手是交叉在背后面的 - 然后细节是很强的 - 这样吸上去就可以了 - 然后这样子的话整个手盆就大 - 功告成了 - 大家近距离欣赏一下 - 这个我觉得非常漂亮的爱丽丝 - 细节後期调查的细节 - 要低点休息 - 初期调查的细节 - 未来的手指和促进 - 再来一次二估рат - 明天后期调查的细节 - 这有点新的细节 - 本期调查的细节 - 何争忍赏 - 这准节承 тов 又来到了我们的平分环节 大家觉得这个手盘值多少分呢 我个人觉得我认识细节啊 涂装啊 我都会给它打成高分 因为我都觉得真的是效果非常不错的 然后唯一逊色一点点的话 就是它的领部的发现度 还是稍微差的 但是在现在现有的市场里面的爱丽丝的话 我不认识它算了 应该现在还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手盘我会给它的分数是 这个就是我这期全部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要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君异 拜拜